除了在東京賞櫻花享受美食 東京近郊不同的美 可以讓人離開凡宵 主播凹鬥中 帶觀眾朋友要前進日光 當地有與東教宮 二荒山神社 並稱為二社疑似的倫王寺 還有中禪寺湖 以及錦鄰湖畔的 百年歐峰溫泉旅館 連天皇都愛來留宿的飯店 夜晚的時候 可以盡情享受 星空向泡湯的愜意 想像冬天雪地裡泡湯 也是美的喪失意不化 日光的美 有絕佳的天然景致 還有世界文化遺產 這般的日式優雅風情旅遊 勝地應該如何前往 走 我們一同去日光 我們現在就是要搭車去日光之前 想在車上有些東西吃 所以我們來到這邊 第一想要買日本的品牌 有兩個貨幣 我現在給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拿到四日圈 因為要去日光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是兩天嘛 我們就在那邊帶兩天 所以我身上這個是大包 小包帶隨身信 尤其剛才提供買了兩個便當 要在火車上吃 我們等一下上車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便當打開來囉 哈囉 我們已經出發了現在在電車上 旁邊邀請到是我們這次啊 同行 同團裡面 對日本非常熟悉的朋友 叫做Kia 歡迎Kia 日光其實有很多非常不錯 值得一訪的景點 對 像我之前有去 我很喜歡的就是 東照宮跟二黃山神社那一帶 因為它其實就是整個森林 就是包圍著那個宮廟 然後整個範圍就非常的莊嚴 我很推薦就是你會去當地入住 比如說現在日光有非常高級的 例子卡爾登酒店 我們會去 我們會去 對 然後甚至還有很漂亮的裝潭四湖 你會去那邊至少玩個三天兩夜以上 你就是連續四天可以用 然後你當地的電車 然後還有公車就是隨便你搭 去吃這個剛才買的便當了 哇 你看超級豐盛的 超好吃的肉質超軟嫩的 搭乘東武鐵道來到夏京市 重要的展城車站 一邊通往東武日光 另一邊前往衛木川溫泉 抵達之後呢 大家正興奮 因為你看到我後方 你有沒有看到大樹蒸汽火車 就是我們來到這個車站 來最重要要派的一個重頭線 你有沒有看到蒸汽火車 後面你看有沒有一直在冒煙 那我們剛經過後方的列車的時候 看到車廂裡面真的是超級 超級可愛 等一下我們就會來試搭一下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看看 車廂長什麼樣子 服務人員推上的就是 這個屬於蒸汽火車大樹 它的特別的紀念品 我們現在在那邊看 因為很特別 這一個 你要哪一個 我要黑的那種 這一個嗎 它要一個鑰匙圈來做紀念 拿大樹蒸汽火車的紀念品 好可愛喔 沿途手都沒停過 實在是太多熱情的居民打招呼 一小段車程 時間過得更加飛快 東武日光車站 正面看一下 現在要去搭巴士好不好 所以今天一整天都在搭 走路 電車 巴士 你看那小段車很舒服 很舒服 今天怎麼就是一個鐵道之旅啊 今天終於來 我們現在搭巴士 要去吃下午茶 那其實到這邊之後呢 這邊在山巷嘛 就是空氣非常好 而且陽光非常漂亮 做煙 做煙 接下來享受我們的 午後時光啦 看它在La Vie Lounge裡面 剛才呢 服務人員上了這個 非常精緻可愛小巧的下午茶 五星飯店湖畔下午茶 甜品與鹹點交錯 春季聽花的韻味都藏在巧思中 地理位置緊鄰中禪四湖 旅客就算宅在房間裡 也可以擁有湖景的絕佳視野 為大家介紹 在我旁邊的是中禪四湖 現在海拔高度大約是一千兩百多公尺 天氣滿冷的 我剛查了一下 在日光這裡的氣溫 大約只有六度左右 來到日光欣賞中禪四湖的美景 旁邊就有入宿的絕佳手寫 這裡是一間百年類似的溫泉飯店 坐落在整個樹林裡面 能夠欣賞到四季分明的不同美景 你看窗外的景色 這邊有個小格樓 有沒有超讚的 超讚的 你看看現在是傍晚的五點鐘左右 你看中禪似乎在前方 百年歐風旅館 早期專門接待國外賓客 所有客房擁有獨立的木造平台 生活好評的溫泉天空浴 漂亮的淡藍色 就連紀念品店也能夠尋到寶 來看看伴手裡有什麼 可以買回去送給大家 這裡有 你看這個是蜂蜜蛋糕 看起來不錯 上面還撒一些金箔 非常好吃的樣子 還有什麼是不能錯過的 我剛剛已經先打聽過 就是這裡呢 因為有歷史的老爐館了嘛 真的連咖哩都有百年的歷史 聽說秋天紅葉是這裡最美的季節 湖畔散步結束 該是晚餐時間 晚餐時間先介紹一下 剛拿到的菜單很特別 開胃菜 今天的開胃菜 湯 南瓜和咖啡的濃湯 最經驗的就是這道牛腰肉 搭配蓮藕泥香醋醬汁 擺盤氣氛食材製作 全都很講究 來日光旅行 腳步可以放慢一些 千萬不要錯過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二社儀式 包括了二荒山神社 東照宮 還有我們接下來要進入的 倫王寺 倫王寺的建築分散 而大遊院士德川家第三代將軍 德川家瓜目的所在 建築色調沉穩的金與黑 最後一道塘門 大量金箔裝飾 上頭還雕有白龍 我們回到東武日光車站 要前進下一站的旅途 不過在這之前 現在已經接近中午 肚子有一點小餓 想要嘗試小點心 那現在看到有人在那邊排隊 剛剛有打聽 像日光這裡有一個小吃 就是豆皮 這個好像是豆皮饅頭 沒有嘗試過吧 借 那這個 3Templar 這麼熱呼呼的 我們現在 拔開看一下內餡長什麼樣 好不好 我們進看一下 要揭曉囉 你看裡面很多的紅豆餡 我們來吃吃看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這家是 它外面很酥脆 然後我覺得紅豆不會太甜 而且它外面還有整口感 好像是有一點鹽巴在外面 對 現在我們走了大約一小段的坡路之後 找到我心心念念的布丁店 因為聽說這裡呢 很多人都會特地來買這個甜點 你看看 超可愛的 哇 真的是 每一種可能都想打包帶回去 有沒有 但是聽說這裡是什麼 人氣No.1是原味的 我們買一下布丁原味的好了 原味的好了 原味的 OK 我們有一個蘑菇丸嗎 蘑菇丸 是蘑菇丸 是蘑菇丸 我們買的布丁你看看 原味的還有草莓的 另外呢上面還加了冰淇淋的 超可愛 可愛 可愛 謝謝 請坐 搭乘東吳鐵道 還可以前往鄰近的東吳世界廣場 台灣遊客稱它為 日版掃人國 原區內的設計 以二十五分之一的比例 精彩重現 一百零二座的世界知名建築 下次有機會來東京 別忘了立木縣日光 必定讓你不需此行